各位好,今天我們來跟各位示範 如何把SCX裡面的113.9系統 升級到目前最新的114.1系統 我們在升級之前 我們先要做個準備 就是把裡面的系統吸引卡 裡面有個檔案叫做DTB的檔案 先把它備份起來 這個 原本系統記憶卡裡面的這個檔 把它備份起來 DTB的這個檔要備份起來 後面有需要用到 好,備份好之後 把記憶卡退出 好,我們再另外準備一張新的記憶卡 來燒入最新的114.1系統 我們這次使用的114.1系統 是由電玩怪照所提供的中文特試版 這個114.1K 最新的 它的特試版有 優化的下面這一些項目 這個檔案在電玩怪到這邊 可以下載 好,我們先把它下載好了 下載後解壓 就有這個檔案 我們要把這個檔案燒入到記憶卡去 建議一次燒入到一張那個 新的記憶卡 原本的記憶卡先保留著 還有剛剛備份的這個 DTB檔 好,我們來做燒入 好,燒入軟體一樣這個 這個大家應該不陌生的 已經介紹過很多次了 好,我們來 找那個檔案 音像檔 好,確定了目的地 記憶卡的槽是J槽 確認好 這邊J槽 音像檔,然後 記憶卡的槽是J槽 沒問題之後就 選這個 音像檔寫入裝置中 好 我們就等它 燒入進去 OK,好 燒入好了 確定 然後把它關閉 那我們來看一下 好,這邊燒好了 這裡 然後 我們把剛剛準備的這個 剛剛那個在 原始記憶卡上備份的這個 DTB檔 把它 貼上 取代掉這個 取代掉這個 剛剛燒好的這個 DPD檔 用原始備份的取代這個新的 取代好之後就可以把它關閉 推出 好 我們就 把記憶卡上機 讓它跑一次 OK,我們把剛剛燒好的 新系統記憶卡插進去 然後讓它開機 跑一次 新系統 新系統記憶卡 開機讓它執行一次 這個 用意是 把裡面的那些 系統給它跑過 然後還有就是 會有做 擴容的動作 好 OK,好了 進到系統裡面來了 好 第一次 它會讓你設定手把按鈕 上下左右 開始選擇 A B X Y L1 R1 L2 R2 L3 R3 上下左右 上下左右 然後熱鍵就是選擇鍵 OK OK 好 這就是 怪盜特試版 我們來看一下 都是中文的 都不用去改 然後這邊姿勢比較淺 這邊是 正體中文特試版 B4.1K B4.1K OK 好 裡面有幾個測試的 測試的遊戲 好 那我們現在沒有什麼遊戲可以玩的時候 我們就是要將之前這張 原本S7它內附的這個128G的 記憶卡裡面的 ROM檔跟BIOS檔都把它 備份起來 然後備份到新的這記憶卡裡面去 我們才會有遊戲可以玩 好 那我們就先 移開 關機 來開始去 把 ROM檔跟BIOS檔都把它丟到這新的記憶卡裡面去 好 我又請出來這台 迷你電腦 因為這台迷你電腦它的作業系統是Windows Windows Windows的作業系統 它可以讀到系統記憶卡的另外兩個次列分割 Windows 7的就讀不到 那我們來 把 這張記憶卡是 S7X 原始的記憶卡 我們要備份它的 ROM檔跟BIOS 移到新的記憶卡上去用 然後它 要跟你說要先 那個格式化不要 直接關掉 不行格式化 這個 看 它就可以讀到三個分割 這三個分割 原本系統的 還有就這個 GANS這邊 這邊 然後把這個 ROM使檔把它 直接把它整個備份起來 複製起來 好 把它備份一下 128G 備份時間會比較久一點 那我們就先讓它慢慢跑吧 好 接下來我們就把遊戲 複製在新的系統記憶卡裡 這個 新的系統記憶卡 有三個 有三個 實體分割 然後它那個 跑過一次它也自動幫忙擴容了 所以我是用 256G的記憶卡 所以這邊 我的這個可以放 那個 用檔的那個 磁區就有 還有234G可以用 好 這個 這個 怪盜特色版 整合的 這個 模擬器資料夾 弄得非常詳細 我們就把 剛剛 複製好的遊戲 這些剛剛複製好的遊戲 然後一個一個把它 轉移到新的 新的資料夾就可以了 那 我就不 那個 特別示範 因為之前有示範過 就是複製遊戲的方式 我們就把 那個 各個遊戲 資料夾 用檔移過去 這樣就好了 那我們就慢慢一個一個移吧 好 遊戲複製到新的機卡之後 上機 系統就可以抓到我們的遊戲了 大概看一下 這個是怪盜特色版的介面 遊戲選單介面 簡潔俐落 這樣子 為了不浪費時間 我就不再測試遊戲了 我來說說使用的心得 怪盜特色版 因為它是繁體中文化 所以使用上 就很 上手 這邊都是繁體中文的介面 它連 RA 也都是中文版的 我們來看一下 中文版的RA 1.91版的 所以使用上 就不會有問題 都是全中文的 114.1的遊戲系統 一樣也能夠在這個遊戲系統當中 直接切換回到 安卓機上和系統 操作如下 先按 START鍵 選擇離開 然後選第三個 重啟至主機原本的系統 進去 確定 它就會切換回 安卓機上和的系統 OK 這就是它原本SC它的安卓系統 這就是它原本SC它的安卓系統 OK 這就是我們上次有介紹的 無線遼控器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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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從安卓系統 一樣也可以選擇這個 切換回到遊戲系統 確定 遊戲系統和安卓系統都可以不用 撥記憶卡 直接切換 OK OK 最後我們來說一下 這次的 114.1怪盜特色版 的系統 在執行遊戲的 遊戲體驗 在執行像 PSP 或者是PS方面 執行的順暢度 比之前的3.9系統 更為順暢 都有蠻好的遊戲體驗 但是在執行像 類似 SS3DO Nanome方面 之前 就無法很順暢執行的遊戲 一樣也是無法順暢執行 只是比之前 有好一點點而已 但是無法達到 可以好好遊玩的體驗 OK 今天我們的 升級114.1的示範就到這裡 各位再見